小姐参加的不是育儿综艺 而是变性剂吧 小姐因为之前的一系列 不靠谱弹化行为惹怒老婆 这次她特地回家开复盘大会 当时在那个炉子的时候 你说你啥吃 链子给住了是 给住了给住了 谢谢 老婆在这边骂 小姐还在嬉皮笑脸 她彻底恼火了 你态度好点 我害怕 小姐为老婆教育这种盛状 孩子们肯定不能错过她 索索和永儿都在楼上 做VIP观众呢 你要做好了她才做得好是 在老婆如此严厉的一朵复盘后 小姐也下定决心端正态度 一定要努力做个满盘爸爸 她首先从儿子所做的学习 开始抓紧 认真督处她的作业 我一直听妈妈说有阅读 你看一下这本书吧 我觉得这本书很棒 父母不是我的佣人 这些书多好呀 小姐的想心思谁不懂呢 就是想让儿子书读 父母不是我的佣人的精髓 索索一边读 小姐一边在床上指点 很有趣事 很有气势 读的都不一气势 怎么有气势 我只想闭着眼睛 你读我看有没有画面 光之专语文还不够 英语也要不及到位 听到索索发音不标准 她还认真纠正 没想到杰哥还要遮一手呢 同时她决定让索索养成好习惯 不再丢再蜡丝 要求她晚上就把书包忍一好 再想一次 每一个明天要带的东西 不能出门就没有机会了 然后把书包红领巾放在沙发上 果然第二天儿子上学时 红领巾好好的戴在脖子上 也没赖下什么东西 而那天早上 她五点多就给儿子做一洋场餐 然后砂锅擦桌子 打个卫生 把活都干完了 才叫儿子起床 中途还记得帮女儿说了个头饭 妈妈说的每天都要说头头 你边喝爸爸边跟你说 快点啪呀 梳头了 快点啪呀 梳头了 交儿子坐到学校的时候 还提前了20分钟 可谓是从从容容不慌不忙 放学时也提前在门口等着 黄羽儿睡觉的时候也不再罗伯蹲了 而是开始讲座时 心心腹脸给她安全感 羽儿淘气 用画笔画墙时 她一遍遍不愿其烦地叫吕她 墙壁不是给你画画的 好 这个是专门给你画的 好 你戳没有 吞了 改不改正 不改 妹妹你长大没有 没有 你长大了 你是大妹妹了 做错了就要改正 改不改正 改正 对儿子索索 她也尽量地语教语乐 给孩子一个好榜样 去游乐园玩高空挑战时 赵洁明明很害怕 但为了儿子 还是上去了 还没结束的时候 她的手已经没力气了 但作为爸爸 要给儿子做表率 她还是一直坚持到最后 当霸脸要有面子 在儿子面前你都不能怂 你虽然害怕 还是一定要克服的 勇气是最重要 在孩子们出去吃饭时 索索点的东西太多吃过完 致使她不让步 浪费可耻 小八 因为她点餐前 已经进行过不能浪费食物 最后她虽然替索索吃完了所有东西 但要求儿子必须做一个 超级男的街舞动作作为惩罚 诶 失误了不算 这个算一个 这样就能让索索练习街舞 用来让她记住这次的教训 简直就是一石二鸟 赵洁明是不是更晚了跟爸爸 但她一定是个更新的爸爸